大家都知道,篮球这项运动对于高个子球员来讲是非常有优势的,所以职业篮球运动员都是1.80以上,中方球员动辄2.10米以上,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身高在内线的劣势,但并不是所有的高个子都能成为优秀的篮球运动员。 前篮球运动员孙明明就是最好的例子,因为她身高比姚明还要高十多公分,但却由于高的不正常,在内线完全没有对抗,只能离开篮球这项运动。 现在的孙明明虽然不打篮球,但她依然靠着自己的身高出现在公众的事业中,她经常参加活动,所以也接触了很多演艺界的明星。 今日小编就分裸了孙明明和众明星的合影照,和她站在一起所有人都成了小懒人,强壮的巨石强孙和孙明明站在一起依然显得很有气场,毕竟她身上的肌肉不是用来看的,反倒是孙明明感觉太瘦弱了,和拳王太孙合影,孙明明犹如巨人一般,太孙变得小鸟一人了,郭德纲,于谦,郑海霞三人和孙明明合影,成S型排列,郭老师为何笑得这么开心呢? 和姚明站在一起,姚明显得矮了一点,不过还是姚明身材更加正常些,孙明明还是太瘦了,最让人捧腹的还是柳妍和孙明明的合影,性感的柳妍直接扑了过去,孙明明也是一把八她聊了起来,当然,仔细的朋友们还能找出两点,你敢和一个比你高70公分的人合影吗?我没有那个勇气。